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小麦健康笔记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帮我按赞分享 还有多留言 今天大家看我穿的这个运动服就知道 我们又要带大家来做运动了 为各位邀请到的是STAR运动节奏 台港澳的训练总监 Bobby Bobby你好 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现在负责在台湾 香港澳门推广这个STAR运动节奏训练的Bobby 好Bobby我想问一下 你今天要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是运动节奏 这个好像在日本很流行 对对对对 他这个训练是在日本已经 创立大概十年左右 然后一开始呢是由这个 津田老师就是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然后他在大学的时候是一个田径运动员 那他一直在思考 怎么样提升他自己的这个运动表现 当然因为一般一般长久以来我们在讲 运动训练都是在调整动作为主 但是他去思考这个节奏感 是否也是一个提升运动表现的关键 所以很有趣的是他以一个运动选手他去学跳街舞 然后把街舞的训练方式结合在这个运动训练里面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运动节奏训练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吗 每个人都可以做你也可以做 然后小朋友两三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做 甚至我们现在也在推广给乐林族 乐林族也可以做的 那对于小朋友来说 还有对于乐林族长辈朋友们来说 做了这个运动节奏训练之后有什么好处啊 对刚才我们提到说一开始对运动员的好处是能够 就藉由这个节奏感的提升提升他们运动表现 那还有就是说对运动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般我们讲 这个训练其实他还有一个是提升就是可以活化他的大脑 启动大脑 所以有很多运动员在正式的比赛之前暖身并没有同时启动大脑 那启动大脑的时候因为我们大脑是控制肌肉嘛 所以他一开始下场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运动伤害 那对于学童来讲的话现在普遍日本来讲 其实亚洲来讲的学童都遇到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缺乏运动因为家长都比较忙 然后您自己你还没有结婚对吗 我有小孩了 我有小孩看不出来 就是说现在的小朋友跌倒 您猜大概都是伤到什么地 伤到身上什么地方比较多呢 膝盖 您认为有都是膝盖对吗 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小朋友一跌倒是伤到脸 哦是因为他激励不行吗 他是因为他不会用手去扶他反射动作协调不好 所以不运动他来讲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跌倒 第二个就是你也知道现在很多3C产品是电子奶嘴 那我们讲会影响他的集中专注力 还有就是我们讲前额爷的皮质他开发还没有完全 所以他容易易怒 所以我们希望用这个比较活泼开心的方式 就是跟着节奏一起跳 让他能够喜欢运动 而且长久以来 我们人都是大概以狩猎为主的一个社会 因为我们从人类发展 我们以来大概200万年 有1万年才进入到现代社会嘛 有199万年都是以狩猎为生 那狩猎为生 当我们去欢迎这些狩猎的人回来 其实就是击鼓跟跳舞 所以在我们人类DNA里面就有一个 长久以来的就是当你感到快乐 或是感到节奏一起跳的时候会感到快乐 所以会有一个快乐的因素 另外我们再讲是对于乐林族 因为台湾目前也是出生率创新低嘛 然后对于这个乐林族来讲 他就是我们讲人口越来越多 政府也在推广这个延缓老化的这个据点 所以更需要让这个乐林族去做这个活化脑部的运动 所以乐林族如果他做这个运动之后 他可以达到防湿制吗 就是说我们讲我们藉由这样的训练 他是一个手脚不斜 就是手脚不一致的训练 让他强迫他去使用脑部 所以就像现在很多在坊间的这些延缓失能的据点 他会做一些这个智力游戏 都是希望他能够多用脑 那当然对于乐林族来讲 更是需要可以这样用脑 而且他是一个用脑的训练 不管是不光是可以用脑 而且可以让他活动身体 好巴比你刚刚跟我们说 不论从这个运动员的角度 还有从这个小朋友跟这个长辈朋友们的角度 都可以达到大脑放松 还有活化的一些效果 那如果另外一方面 在这个手部跟脚部 可以有什么减重或是增肌染指的功效吗 好就是说在我们的训练里面 一般我们讲亚洲人比较熟悉的是四拍的节奏 像您现在小朋友做一些健康操吗 有 就是像健康操或日本的广播体操 都是以四拍的节奏为主 但是四拍的节奏呢 对于运动员的表现提升 没有太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很多像在打篮球 过人 他是一个半拍的节奏 所以半拍的意思就是 他的音乐节拍速速度加快 那速度加快的话 你要跟上他的体能 你就要做更多的训练 或是你要强迫自己 所以他有很有机会在短的时间内 去燃烧更多的脂肪 假如你的训练可以延长到30分钟 用节拍速快一点的音乐的话 对对对对 如果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如果我在家里想要做这个运动节奏训练 有什么音乐还有什么场地的限制吗 就是因为这几年疫情的关系 我们的影片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YouTube有这个频道有影片 然后很多体育老师也苦于这个设计网课的内容 所以他参考我们在这个YouTube的影片 尤其我们在里面有设计一些简单在家操作的影片 譬如说小朋友 或是一些在家的成员想要跟亲子互动 他可以在家就简单做操作 是有的是没问题的 对 所以就是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 场地跟音乐的限制也不太有 音乐的话呢我们通常会建议初学者是BPM115到120 也就是每分钟的节拍数 然后你只要找到这个适合的节拍数 然后去做使用就可以 但我们我们协会也有自己的一篇 就是有一个自创的音乐 其实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得到 可以去做使用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入门入手 就是我想要进入这个运动节奏训练 是很轻易就能够入门的吗 我要做什么准备吗 做什么准备 就是心理准备吗 心理跟生理 其实一开始我们做培训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问参与者 他身体上有没有什么受伤 假如说他是没有膝盖受伤 或是没有这个就是脚踝受伤 而且他没有什么心脏病的话 其实都可以参与的 对对对对对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 好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可以在课间操作 也就是说譬如说学校的学生呢 这是一个桌子嘛 然后你可以把椅子往前收之后 然后往后站就可以再开始做 可以全班一起做 然后另外就是像办公室的同事 也可以在早上上班前做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先脖子顺时针转两圈 跟着节奏 两圈 再逆时针转两圈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轻松的上下跳 跟着节奏跳两个八拍 来喔 来 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 再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脚要离开第一面了 然后另外来就是我们就左右跳 一二三四五六七 再来一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手手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 再来一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这样就完成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做实际的操作 在我们台湾现在做的这个 STAR运动节奏训练里面呢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给乐林族的叫节奏踏步 就是听他的意思就是跟着节奏一起踏步 强度超低 那我们会做节奏踏步的操作先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节奏跳跃 也就是我们讲 Level 1的教练课程 然后他是用跟着节奏一起跳的 那首先开始之前 我有三个原则 要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第一个呢 各位看到底下这条线呢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不要踩到线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要跟着节奏一起做 不要自己做自己的 因为等下放的音乐有节奏 第三个是我会喊五六七八 之后才开始工作 基本上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呢 给影法族的时间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避免他们会紧张 让他们听到说 一二三四可以先准备 所以接下来我会先做动作 然后你们再跟着我做示范的动作一起做 然后我们走到线的镜头之后 记得从两边回来 我们每一个人做两次就可以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 好吗 首先第一个动作 我们呢先在线的左方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用左脚先行 手要摆动 脚要抬高 我会喊 五六七八 这样子往前走就可以了 好吗 来 五六七八 不要同手同脚 来下一个 朋友 不要同手同脚 来 五六七八 对 很好 跟上节奏 来 来 五六七八 对 跟上节奏 不要自己做自己的 来 五六七八 很好 对很好 五六七八 做得很好 五六七八 这样可以吗 来试试看 五六七八 很好 好 五六七八 对 脸部表情放轻松 来 五六七八 没关系 有点卡没关系 很正常 对 再来哦 五六七八 好 很好 五六七八 加油 对 跟上节奏 好 再一次 很好 再来一次 好 五六七八 五六七八 没关系 刚才老师也出手 没关系 一二三二 一二三二 对 五六七八 对 五六七八 很好 很好 五六七八 好 有一点点 五六七八 五六七八 要听着音乐节就做 我感觉小麦有在用脑了 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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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五六七八 很好 五六七八 左脚先 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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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小麦都没出错 小麦都没出错 五六七八 太厉害了吧 没关系 不紧张 不紧张 有做就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多鼓励 热灵足肉 有做就好了 五六七八 加油 五六七八 好 adesso 五六七八 就好 三擠在干 五六七八 四擠到 四擠 二擠到 再做擺動 5 6 7 8 5 6 7 8 快一點 5 6 7 8 肩上下跳 然後 右腳在前再回來 左腳在前 也是一樣往前跳 手可以這樣子擺動沒關係 5 6 7 8 5 6 7 8 很好 5 6 7 8 手擺動耶 對 很好 加油 不要踩線了 再來 左腳在前 右腳在後 手前要擺動 5 6 7 8 好 來 5 6 7 8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不要同手同腳 來 5 6 7 8 下一個換邊 好 來 好 快點回來 接下來要做一個比較難的 轉圈 跳一下 跳兩下轉圈 5 6 7 8 跳 跳 轉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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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換邊 很好 換邊 很好耶 我們現在要加上手的動作 跟我一起做 1 2 拍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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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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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5 6 7 8 等候力呢 來 5 6 7 8 5 6 7 8 有點卡 來 5 6 7 8 要拍三下 5 6 7 8 對 有點卡對不對 正常 5 6 7 8 兩腳跳 兩腳跳 剛剛那個交叉腳的還記得嗎 好 我們加上手的動作 5 6 7 8 好 試試看 來 5 6 7 8 這個時候要跳這樣腳跳 但是你手要用腦子計 這個要用腦 真的 加油 對 對 你自己撐的 再一次 5 6 7 8 再加上腳耶 不要摔倒 不要摔倒 小心 做得很好 有嘗試就好了 對 總結一路下來 我只是覺得說 這個跳這個瑜伽 瑜伽實在是太累了 超級累 運動節奏 運動節奏很難去掌握 然後你只要在拍子 那你一定可以做得來的 相信你 我已經盡力了 他是澎湖浮澎喜來燈酒店 推出的海黃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 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我不想這樣 然後我們再接一下 米粉 在這個某種 我們可以做的 但又是很急的 可以做好看